人们总是问我哪里情况会变好,可是这是个错误的问题。 投资大师约翰·邓普顿不止一次说过,正确的问题是哪里的情况最糟糕? 约翰·邓普顿是华尔街公认的世界上最睿智的投资家之一。 1940年,如果有人给约翰·邓普顿10万美元,那么50年之后,这笔投资会升值到5500万美元。 作为逆向投资者的邓普顿一直认为,实现最佳收益、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专注于寻找廉价股票, 无论是在哪发现的,也无关当时的市场潮流或市场情绪。 意思有三层,买入受冷落的好股票,可以是全球范围的买入,在估值异象被纠正前,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显然,其中隐藏着寻找最佳标的可能需要准备与传统智慧相对抗的含义。 邓普顿曾向本《格雷厄姆》这位证券分析之父致谢,他与戴维·多德和谐的先锋式作品《证券分析》,在1934年首次出版,邓普顿在大学期间读到了这本书。 但他与传统价值投资者格雷厄姆不同,他意识到历史估值指标并不足以确定股票廉价。 邓普顿不仅关注公司目前的盈利水平、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情况,更注重盈利水平以及现金流在未来可能会怎样发展。 正如邓普顿最著名的门徒之一马克·莫比乌斯所言,你必须关注未来,而不仅是现在。 以古今年来持续低迷,聪明的投资者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学习。 1940至1962年间,邓普顿写了很多峰制投资者的备忘录,我们选取两封在熊市里写的信一起学习精进。 1945年制投资者的备忘录 从初次与未曾交谈过的投资者讨论起,万斯先生、万斯、杜布劳先生、道布朗和我就一直惊讶于有如此多人从未对投资管理的本质和问题有过大致了解。 许多人年复一年随意地时不时地买入股票,其幻想不断遭受打击,这些人请注意。 在稳定或上升的市场中,随性的投资者通常能够获利并对股票产生错误的认知。 最后遇到像1921年、1932年、1938年和1942年达到顶峰后的衰退,当年的出色收益都清零, 因为他们在行情好的时候没有计划捕捉并锁定利润。 在上升市中,没有经验的投资者也能取得远远超过平均的不错收益, 因为他们常常选择高波动性的股票。 正如每位分析师所知,低价股、小公司的股票和拥有大量负债和优先股的公司的股票最可能快速上涨。 在大多数股票上涨时,要挑出肯定能跑赢市场平均的股票只需要花费几分钟。 但是如果市场下跌,这些股票也会经历重挫。 许多人表现得好像认为,挑选特定的股票和债券就是开展投资的全部。 当然,选股很重要。 制定滤出高股股并带致以低股股的周密计划确实能够创造利润。 但是,投资项目的基础在于何时买和何时卖的问题。 规划投资的第一步是将资金分别配置到股票、证券一组,现金、债券另一组。 第二步是制定并遵守一个移仓计划,在股票高估时转出股市,在股票相对便宜时加仓。 一直以来,股市总是处于大幅波动中。 当价格不断下跌,本性会让我们更加谨慎。 没有事先计划指导的投资者不仅无法在低位加仓,有时是因为他们已无弹可用,还会常常因其部分或全部卖出股票而暴露于下行压力之下。 相反的,在其他时候,商人和朋友们压倒性的热情和乐观,股价被人们的购买欲推高至远离实际价值的高位。 如果投资者能在最高点卖出,做空,随后在市场下跌中全部买回,那么他一定能报复。 然而,除非是极其幸运,否则不可能做到。 我们从未找到一个能够持续正确的预测股市上升和下跌的人。 阿尔弗雷德·康尔斯先生最近完成了对每周结果的研究。 这些结果是通过跟踪11家发布股市趋势预测的机构1928至1943年15年内的预测建议所得。 他发现,这些预测结果仅比随机预测结果精确零。 百分之二。 人们可能会问,如果没有人能够持续正确的预测股市趋势, 那么投资计划怎样才能使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和债券之间保持平衡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公司在1938年设立并实际运用了一些可以在不做预测的基础上利用主要市场波动的原则。 这些原则后来叫做耶鲁计划或瓦萨尔计划。 媒体曾报道过这两所大学,耶鲁和瓦萨尔捐款基金运用这些原则所取得的出色收益记录。 简而言之,投资基金的平衡是在股市上涨时,逐步将投资股票的资金转至债券, 在市场下跌后再将债券中的资金转回股票。 这样做的结果是,投资基金可以在每个完整的市场周期中获得温和的增长, 而不需要预测市场趋势或是转折点。 结合这些原则的投资计划,将确保你能够在市场前景黯淡, 人们都在抛出时买入股票,在市场不断闯新高,人们过于乐观时买出股票。 任何好的长期投资都需要耐心和坚持。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只有极少数投资者能遵循计划的原因。 可能需要许多年随意买入股票的风险才会以亏损形势显露出来。 也可能需要许多年用经验来证明规划投资能带来更高的安全性和持续增长。 但在20年里,期望规划投资带来100%的收益并不过分。 1948年9月21日,致投资者的备忘录。 股市昨日下跌了。 我在华尔街的朋友们很悲伤。 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但这只是再一次佐证了一个事实, 即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应该采用并遵守长期而非预测的投资。 这些投资项目是为了能在不预测市场周期的基础上赚取收益而设计的。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 对于投资这种性质项目的投资者而言, 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像今天这样, 在下一个漫长的牛市到来之前, 股市从177级跌到128。 如果市场继续下跌, 长期投资项目会要求在随后的低位不断买入股票。 当然, 如果有渠道能确知股市将下跌至128点, 我们会等到那时再买入。 而实际上, 我们不仅会这样做, 我们还会将现在持有的股票不断卖出, 以便能在底部再悉数买入。 但事实是, 没有人可能确知市场会怎样表现。 也有可能一轮大牛市立刻就会拉开。 如果有渠道可以确知, 我们会立刻借款买入。 但是, 没有人可能确知市场会这样表现。 谨慎而传统的政策, 是遵循长期投资项目, 以便在无需预测股市周期的长度和时机的基础上, 从周期中赚取利润。 因为股市昨日下跌, 现在它比三个月前的水平低9%, 投资者们通常不会开心。 如果是处于其财富积累过程的投资者, 甚至是对那些尚未采用长期投资项目的投资者而言, 这样的情绪都是不合逻辑的。 低市价, 对那些将鼓励在投资的人, 或从其经营所得, 薪水中每年存钱的人有利。 就其盈利水平来看, 股价在超过两年的时间内都显著偏低。 实际上, 如今的收益率比有记录以来, 所有和平时期的水平都要低。 这意味着, 有新资金进行投资的投资者都可以买到一户寻常的廉价股票。